你嘛 你会出事 你会说话 你会说 就是现在买菜 就是这个 我说你上去 你上去过来 你上去过来 等下转 嘴上说的那是半开玩笑 老爸对儿子还真是有信心 您看看 咱长相身材没得高吧 能干活能吃苦 嘴还甜 懂事 还孝顺父母 啥啥呀 有我儿子的生意就是好 这说明啥呀 俩字魅力 养的有帅哥 养的有这种东西 我们这小伙子 我们养的还是很游戏 后来休息一下 他就请你休息一下 他就是那个卖菜糕吗 在卖菜糕 他就是卖菜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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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学习的对象 对对对 我都学习 学习去掉你愿意吗 我有男朋友 有没有没有 有没有没有爱感情 很高兴 不高兴是家人 其实他们也挺高兴 他们觉得你是个帅哥 不太真爱帅哥 这个时候没 就是这样 卖菜糕发 对我想象的 我小伙子的话 我把帅哥做得不好看 想象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想 再白进一些 再高大一些 你看这卖菜糕 不是明星 胜死明星 至少也是卖菜界的明星 粉丝扎堆 老少通吃 活成这样 卖菜哥确实没想到 当初报名 那是心有不甘 一股冲劲 我好歹也二十四了 身心健康 人家拉的是女孩的手 我凭啥就得抱着这菜荒啊 有些买主 水素狗粮一样的 你咋是十五岁 他在被娃娃抱歇 咋玩菜 不要高叔叔歪点 不要高叔叔腹点 有些都让我们说 打假牛 不要高 不要高 你狗水素狗粮一样的 你妈都聋不大 有买主亲亲密密的 在眼前晃悠也就算 老爸老妈也时不时的 秀一把恩爱 还有这让小伙子拿开人头 带个单位去上班 后来就一堂 母亲也走 他 你 带个单位上班 就只要是相遇 挺有缘分的 如果是不再去上班 后来也就是 这段 这段只是做一门 都会存在闲 因为我们后来 这段气了 都是人 听听父母的爱情故事 麦菜哥也是满脸笑容 这爱情 说他不憧憬 不期待 那是假的 得 咱要找他一下 还得轰轰烈烈的着 上电视着 上最火的相亲节目着 这次众人瞩目的相亲之旅 麦菜哥 他成功了吗 电视相亲节目里的男嘉宾 一般都是长得帅帅的 收入高高高的 工作体体面面的 家庭条件也好 多了去了 那就是各种条件 好条件 而当成都的麦菜小伙 张兆申踏上舞台 要为自己的蔬菜店 找个老板娘的时候 质朴的话语 和豁达的生活态度 却让观众印象深刻 没有最火 只有更火 结盟还没播出 麦菜哥可就出了名了 很期待 给他煮哈味嘛 激动 不要激动 是 跟别人的这个 差距会有点大 当时 但是也不怕 不怕 喝 不怕 没免你 没保重 没法 不怕 没法 没法 不怕